北京當局未對台灣通過公投法作出回應 而內地的光明日報明天發表的署名文章 會提到陳水扁公認篡改歷史進行台動活動 網圖通過公投吹聲聲憲法 這種做法等於玩火 嚴重危害台灣同胞的利益 文章形容陳水扁是麻煩的製造者 在杭州訪問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 對明天公布的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數字審慎樂觀 但他承認就業情況仍然不理想 目前經濟未全面復甦 對於審計處報告批評政府浪費二十多億元的公帑 他同意政府要消滅財赤 必須帶頭節省資源 人主意 無法 擁有 有